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用的图片下载的一个浏览器插件 这里的就以Edge浏览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在这里的我也提前给大家准备了几个网页 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扩展的一个插件 我习惯以胖坤这个名字来称呼这款插件 我们一般的插件都是从浏览器他的一个应用商店来下载 首先我们来到微软的他的一个应用商店 我们直接搜他的一个扩展的名字 搜到之后的话 这我们搜索的结果的话 可以看到他是有两个下载链接 他有一个是在很早之前就没有更新了 我给大家来点开看一下 这个是2023年11月30号 后面就不更新了 另外一个链接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在10月11号前天 他又重新更新了 在11月11号之前的话 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没有更新的一个状态 也是有一些bug 然后这个插件不能正常的使用 这个软件重新更新了 还是比较可喜可贺 现在的话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说明 这的话我已经安装好了 他目前的话 他这个版本是12.213 我现在下的这个版本是12.17 我现在安装的这个版本是比浏览器扩展里面的版本是要新一些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是从浏览器的应用商链下载的话就直接点击这儿获取 就可以安装了 现在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他的一个最新的版本是如何的安装 我们首先要进入他的一个扩展的官网 官网的就是这个胖昆点 内进入到官网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取他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版本 我们点击下载给大家演示一下 下载之后的话我们需要把它解压 解压之后的话 他里面是有两个安装的一个教程 现在的话大家也可以跟着我的一个安装的步骤来安装也是可以的 他的一个安装方法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进入他的一个扩展的一个页面 首先进入之后的话 我们要打开他的一个开发人员的一个模式 默认的是这样子关闭的 那么需要打开他 那么勾选好 勾选之后的话 点击他的有一个加载解压缩的一个扩展 我们点击 找到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插件 我们点击之后的话 一定要点到他的文件的根目录内 如果有人安装不成功的话 一定要检查一下 你是否进入到扩展的一个根目录 我们进入到之后的话 直接点击选择文件夹 选择好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 其他来源的一个地方 其他来源的一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扩展就安装好了 这儿是之前已经安装了一个 我就把它删除掉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麻烦的话 直接安装它 12.2.13这个版本也是可以的 并这个版本是相对来说最新的一个版本 接下来的话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他的使用的一个方法 使用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需要在那个扩展的一个工具栏 把它的显示出来 直接点击我们的插件 点击之后的下载当前页 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图片下载下来 来到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看到没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图片全部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本地的电脑上 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个下载的结果 他下载下来的话也是会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夹放到他一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看一下他是直接下载到这儿的 这儿的先删除掉 进入到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几个按钮 除了下载我们是直接可以把图片下载下来 这个按钮来全选我们的一个下载的图片或者是返选 我们就很好理解把选中的图片再返选 就没有了 我们再返选的又要选择上了 第三个没什么过度要介绍的 左边的最一个按钮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有一个下拉的一个菜单 有三个选项 有一个翻译和一个抠图 一个就是pinterest的一个按钮 这里的功能的话都是链接到他的官方的自己的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把它一个一个抠图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个抠图 选择好之后的话 我们选择抠图 它就会来到他们的自己的一个官网 这需要一个自己的注册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我就没测试了 这个功能的话就没有使用过 我只是给大家点到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他右边有一个 翻度和高度的一个滑块 这个滑块就是来删选我们的一个图片的尺寸 比如说有的一个这些图片 一乘一像素 或者是这些一百八乘一六十 这些都是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图片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来滑动这个滑块 来把它不需要的一个图片筛选出去 我们把这个图片往左边滑的话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数值 低于二百二三像素的宽度的图片的话 它是直接就筛选出去了 我们也可以一直往右滑来筛选 达到我们需要的一个要求 我们也可以来筛选它的一个高度 或者是点我们那个铅笔 点击好之后的话也可以在它的一个弹出的对号框 当中来筛选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尺寸 筛选之后的话再往右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图片的一个排序 图片排序的话我们可以按照它的一个大图优先 或者是一个默认小图优先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按照大图优先的话 我们设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先点击全选 选择我们的一个图片 它这儿没有筛选出去的一些图片的话 通过我们按住out键 把那个不需要的图片框选出去 剩下的就是我们需要下载的一个图片 我们直接点击左边下载就好了 假设我们现在只有几张图片是我们需要下载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按住ctrl键 点击我们的图片也是可以单张下载我们的一个图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就只下载我们那个刚刚单击的一个图片 这些功能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来选择的 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这儿有三个点 有一个预览的一个尺寸 就是我们图片在它的一个界面当中 预览尺寸的一个大小 我们可以缩小一点 显示多一点 大一点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图片的更详细的一个信息 这也有一个重命名 重命名的这儿就根据你的一个自己实际的情况来 自定一个文件的一个名字都是可以的 下面有一个我们就下载图片的一个尺寸 默认的它是原始尺寸的一个下载 也可以自定一个下载一个尺寸 我们一般肯定就是原始尺寸来下载我们的图片 接下来有一个深色的按钮 深色的按钮根据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习惯 来选择它的一个界面是深色或者是一个浅色的 最后有一个按钮打包成zip 几个压色包的一个形式 我们平时如果不勾选这个按钮的话 它下载下来的图片都是图片的一个格式 如果图片太多的话 你下载的时候它会一直在这儿弹出你下载的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点击我们的一个打包成zip的话 我们再点击下载 点击之后的话 它就会以一个压制包的形式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本地 看到没有 它这儿会弹出一个对号框 显示总共有多少个文件 下载了多少 成功了多少 失败了多少 直接打开我们的一个文件架 这个就是我们下载好的一个压制包的一个图片 可以在这儿看到 这儿的话 现在的话拓展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界面 一些功能 我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功能 刚刚我们下载是一个心动的 接下来的话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其他电商内的一个链接 我们来下载一下 点击下载当前页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一个下载页面当中是分开了两个 就第一个是我们的刚刚耳机 现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点读比 如果是在之前的一个版本当中的话 它是会把这两个合在一块 合在一块 我们的一个不同的网页的话 我们需要它下载的是分开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在它的一个新的版本 这点是做的是非常好的 直接把我们的两个内容就分开了 我们下载之后的话 它是两个文件架的一个图片 现在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它那个素材的网站也是可以下载的 我们点击下载 另外一个网页的内容 点击下载 都是可以在这下载的 这个网站的话 它也是可以来下载的 我们点击之后的来点击下载当前页面 可以看到我们网页的一个图片 就全部加载到我们的一个下载的一个面板当中来了 这样点击的话 可会显得稍微麻烦一点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下载所有页面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下载它的一个所有页面 可以看到这几个网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现在的话 我直接点击我们的一个下载所有页面 它就会把我提前打开的这几个链接的一个图片 全部给我加载到它的一个面板当中 我们直接点击这儿下载就好了 我们加载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右上方的一个 宽度和高度的一个筛选选项 因为我们每个网页的它的一个图片的尺寸是不一样的 我们一定要添加过来之后的要检查一下 检查之后我们再经过一轮的筛选 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图片点击下载下来 下来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扩展插件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把我们的一整页的一个内容全部下载下来 我们只需要下载我们的一个单张的图片 比如说我喜欢哪一张我就点哪一张的话 按照我们平时的一种方式的话 点击右键然后将图片那个另存为 但是它这个扩展插件的话 有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方式 我们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它这儿有一个点击图片下载 我们点击把它勾选好 勾选好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直接什么都不用做 直接点击我们的一个图片就好了 目前它这个功能就相当于是 我们已经右键另存为图片的一个功能就打开了 我们直接喜欢哪张图片点击一下就好了 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已经下载成功了 这个功能的话相对于来说 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功能 这里我就先点击取消 然后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扩展插件的一个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它的一个设置里面 我们需要来做一些更改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 webp的一个格式下车 jpg或者png都是可以设置的 打包成zip的话 这是可以选择的 也可以在我们的一个下载界面 这儿勾选都是一样的 那保存的一个目录名的话是可以使用固定的一个文件名或者是一个网页的一个标题名字都是可以的 最后还有一点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扩展插件的话 还有一个小功能在这儿有一个侧边栏 侧边栏的工具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它有一个汇率和长度 还有一个重量单位的一个换算 对需要的人来说的话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 这个扩展插件的话 我认为是非常好用的一款图片下载的一个插件了 好了今天的一个视频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给我点赞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